大家好,又就是中秋了 今年吃什麼月餅好呢? 不如試試這款香港製造的奶黃月餅吧 除了充滿香港特色的包裝之外 味道還是超級特別的茶味 一素傳統奶黃月餅那種很膩的感覺 還有分四件和八件裝 還不快點行動? 即日開始接受月餅 大肥安瘋了 本身這條片想著今晚做的 現在變成做安倍晉三專題 當然安倍晉三是一件大事 會影響未來的格局 尤其是日本的選舉 這次地區選舉 它下去演講 開始一些支持的活動 因為下個禮拜就選 在內良 它離開了 日本會發生什麼事 接著牽涉印太地區會發生什麼事 今晚跟大家試一下講一下 我沒有試過做一個專題可以講這麼久 我也不是說一些做資料搜集的強項 不過今晚始終都要講幾句 因為它是我一個非常尊重的政治人物 我覺得它是一個偉大的政治人物 在這裏 今天本身就要講李家超 因為李家超在公務員事務局舉辦首場 講明是首場第一場 國家主席重要講話精神的座談會 行政長官李家超指 講話為特區政府提供重要的指引 在我心目中 如果你作為特區之首 你做任何事都要根據指引 根據它的指引 即是告訴你 你根本就沒有一個自主和創造能力 而最重要的就是它的所謂的講話 三歲小孩子都明白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有超過一百人 包括我們各級司長和行政會議成員出席 而李家超 你又為什麼你有能力去為習近平主席的講話 作詮釋和解釋的呢 即是李家超 他特別跟你講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為什麼不是說習近平主席一次講話的時候 就講清楚 就不用再開這些會議了 我經常都會覺得好問題 很多問題就是所謂的思想 很多時候有很多偉人離世了 他們離開了 接著我們就研究他之前的生平的思想著作 很多都會做 但是今時今日 習近平主席生歐歐站在那裡 那你當日他講完之後 發問你們有什麼問題 不明白 他直接講了給你聽 解釋得清清楚楚 那你就不用再開這些會議了 而這些會議 人吵全吵 為什麼不直接這樣跟習近平 如果你說習近平太忙的話 那哪一個解釋給李家超聽 而李家超又再解釋給下底的人聽呢 他說 習近平主席 的重要講話 充分反映對香港特區的關心 他講了是人都知道的 重視和支持大家都看到的 以及國家對全面準確 貫徹一國兩制的堅持 還有肯定 我們都聽到他講這句話的 講說他有重要的理程卑議 那我不知道怎樣有重要的理程卑議 因為他講了我們明白 我們知道他講的東西 就行了 是治理好建設好香港的綱領 治理好香港 以及管理好的香港的綱領 已經寫了在基本法 或者中英聯合聲明 更多的就是人權法裡面 什麼不是的嗎 那基本法要來做什麼的 當然現在基本法 真的不知道要來做什麼 而基本法 已經寫得清清楚了 香港是行一國兩制 有比於大陸 那今時今日 為什麼習主席再出來講 再出來講 又是說原本 就是說其實你理解基本法就可以了 難道你說習主席 他是什麼 他是喘改基本法 就是說他講的基本法沒有的 不停開這些會議 不是做實事 我很記得李家超說我一上台第一件事 就是做實事365件事 5天 那我就每天做一件 那我就 成功了 結果昨天第一件事就是吃飯 今天就還要講話 我不知道這些有多切實的事 究竟他開完會之後 有沒有制定到一些政策 是關於香港 民生和經濟 甚至政治話題 顯然看不到 接著這次還是第一次 接著還有第二次 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 接著無限 不過不要緊 將會全民學習的了 而最重要的 李家超你的口才 你的能力 連我和我的祖國 你都講得出 那我又不知道 你的演說能力 和你的理解能力 下面那些人 又聽不聽得明白 因為習近平主席 他講的話 就好像你口中的口號式 講完之後 接著重複重複 又重複 那我們作為香港人 基本上讀了有差不多的書 不是三歲的小孩都應該明白 但是李家超你過去講的話 很多人就不明白 就是這麼簡單 那你問我 你今天 由你去 講習主席 的重要講話精神 那究竟 得出來的結果 會不會令到下面 來聽那些人 一頭霧水 更加誤解了習主席呢 這場是第一場 事實上 勞福會 又開始 IT界又開 接著就到醫管局 我不知道 關醫管局什麼事 這些就是現在的香港 節目做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 追蹤訂閱科金看廣告 可以的話 加入會員和比賽 代表安天娜 需要大家的支持 拜拜